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时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客人买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接地器的治疗 包括简单的床墊 只有一张床单 刚才医生也提过 出去加拿大的时候 都可以攀带 铺在床面上 每一晚你一定会睡觉 一定会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这个治疗 不需要每天有繁忙之缘 要花时间走去教我的地方 还有一些是一块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时候 在办公室或房间 在地上 你的脚趾也行 或者放在你的电脑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离电脑 可以放在这里 接触到 就已经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刚才提过的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 六创二的地址 是在铜锣湾炸电街 54号 富城商业大厦2楼 我们的联络电话 是28824848 开放的时间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点至晚上7点 星期六是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欢迎大家到来参观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圆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医生 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导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导显示 全球的病人 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医疗性的事故 有四分之一的人被药物害死 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过度医疗而死的 为什么医学越来越发达 但我们病又越来越多 而死亡的人数又越来越多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不治之症 会不会有些神奇的方法是不治疑 还有为什么我们有病 总是吃药都吃不好 大家都跟大家经常说 网上其实很多好好的治疗 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很快 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资料说 我们现在揭开了上帝终极底牌的科学家 原来有一位科学家 一位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最近在无意之中 发现了人类疾病的真正根源 这件事是怎么出现的呢 他说在2008年 美国南佛罗利特州大学的 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 韦里斯教授研究发现 他说心脏可以分泌救人 最后一命的荷尔蒙 没听过 这是南加州佛罗利特加州 南佛罗利特大学 我以前的大学 我现在进入了南佛罗利特大学的名誉的学院 是以前的New College 原来我现在知道了 South Florida的Honor College 现在是归立了的学校 以前我读过的时候 在70年代是一间私立学校 是一个很前卫 很自由的私立学校 原来这间研究中心 有这位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发现了 他说他不单单可以在24小时之内 是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 而且对其他绝症 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哇 哇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 重大的发现 是的 24小时 有什么可以这么厉害的 原来就是在我们的心里 他说这件事是怎么开始呢 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 他一对在2003年 一对朋友都患上了恶性肿瘤 生命仅剩下三个月的英国的夫妇 应该说两个都是恶性肿瘤 他们放弃了治疗之后 就选择用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生命中最想完成的五十件事 之后就和旅行社订了合约 好了 他说呢 傾尽用了 就是拿出最后整份 那四万英镑的家产 都挺惨啊 英国国人是 都想起了四万英镑的家产 到死的时候 好了 他做一个呢 就豪华的环球旅游 条件呢 就说呢 如果夫妇里面呢 任何一位在旅程中过世呢 合约就自然终止了 因为这两夫妇呢 都是有癌症 是被断定呢 就是那个 过到三个月命 是 不会过到三个月命的 那他就将这个四万英镑的家产 就和旅行社呢 就做一个合约了 那当然旅行社就去医院查一查 发现呢 是啊 他们真的一个月命的 所以想着签了一些合约很划 好 就和他签了一些合约了 那 原本以为一个月里面呢 就会完的了 是啊 结果呢 就持续了成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那 那这个夫妇呢 亦都同情旅行社呢 再继续下去 就会破产了 因为他继续花费的嘛 是啊 那四万磅不够 是啊 所以他自己就自动解药 回家了 一年半了 玩了一年半了 那好了 回医院就检查的时候呢 发现所有的癌细胞全部消失 原本不治的恶疾呢 竟然在路途里面呢 是不弱而遇的 这种情况呢 引起了韦利斯极大的兴趣 因为他是他的朋友嘛 他都知道这两个朋友呢 真的有这样的癌症 就是命不会很长的 那么他深入研究发现呢 好有趣哦 原来心脏在非常平静快乐 起雨的时候呢 就会分泌一种 那个安酸荷尔蒙 能够治疗重大的疾病 和其他的绝症的 那么他的研究 当然 就是 警震世界啦 被 亦以为呢 是 揭开上帝 终极的底摆的科学家 嗯 如果这么说呢 我们 我们最好的医生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了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没错 那这对夫妇的 那个癌症治疗的故事呢 后来呢 被一位台湾的中医 中医师呢 是温分容 引用了 这个可能这些资料 在网上都存留了很久了 那他就开始讲到 是藏匠的系统了 那他就是说中医的理论里面 他就讲到人的心灵 他说呢 所有藏器呢 都有育治这个部位 是的 有育治这个部位 是的 皮啊 肺啊 肾啊 胃啊 肠啊 腸啊 都有 只是心没有的 为什么心没有肉的部首呢 因为中医类讲呢 心者君主之观也 神明出现 嗯 这个就是皇帝内经说的 那个主名质下安 以此养身质首 整体呢 就会平稳健康了 嗯 心主神明 神明就指是精神意识思维的活动 是人物质身体 和灵魂的关键主宰 所以所有器官呢 都有癌症 但是心座是不会有癌症的 从来没有心座患癌的 是的 当心停止的时候呢 才确定是死亡 就是现在一般的 都是这样的 你心停止了呢 就证实你 哦 停死了啦 那当然现在最近发现呢 其实其他细胞都没死完 是的 有时都在活动 现在已经开始说了 他的脑都没停的 但是 当然以医生来的 断定那个人有没有死呢 最简单的就是看他心有没有停 那脑波细胞是没办法 那么容易看得到的 那所以一般都说呢 当心停止了呢 就确定死了 那当个人呢 心身安顿 心情稳定 身体就会迅速 恢复强健的 所以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 自然最健康 心是最强的药 人体都有自行 修复的机制的 好了 那这位台湾医生呢 关于说呢 他说 为什么心脏不会生癌的思考呢 那跟另外一位 在广东的民间中医董草原的看法呢 都经人地相处 另外一位民间的医生 他说 董草原呢 发现了癌症的秘密呢 并创立了 独有一种治癌的理论的关键 他要求癌症的病人呢 必须要有什么呢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决心 这个就是秘方中的秘方 即是说呢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呢 是能够给我们好好的审查 我们过去很多的生活模式的欲望了 那认真上一上 其实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自己呢 到底需要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 怎样的生活呢 这些勾心、斗角、算计、功利、钱财 当你失去生命之前的 还那么重要吗 没有了健康和生命 其实我们一无所有的 其实呢 这位董草原呢 都已经有了体念 很多人呢 疾病呢 都是给了机会 你重新做人 是 你知道了 你过去的思想 生活习惯 医疗习惯 是导致你今时今日 其实这个我都和很多病人这样解释 你那个病是这些因素的 不是什么病愧 病毒 这些做出来的 所以呢 你要改过现在的身体状况呢 就一定你将你以前那个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医疗习惯 和你的人生观点呢 是一定要改的 如果你不改这件事呢 你是不可能结果 因为有个因果 在这个世界卫生 早知已经说了 大部分人的病 很多慢性病 不是说意外 那些这样的创伤 那些主要都是 大部分呢 都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有关的 有些人说70-90% 都是这些 就是导致的 始终是治病要求因的 这个是个因由来的 所以你只是用一个 用一些化学药去搞的身体 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些病人解释 他说你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构造的呢 那我们一出生之后 那孩子是喝什么 是喝人奶 那人奶是什么 人奶是一种食物 是一种营养 那就是由头到尾 我们整个身体的构造 都是营养食物做出来的 那当你的身体有问题了 要处理了 要维修它 那你要用什么去维修呢 那你当然用回同样的材料 因为食物是营养的 为什么你想想用化学药去搞的身体 是完全是疯狂不合理的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的医疗 就是现在人的健康状态 那么差 就是好像你的家屋 你建一家屋 那你知道里面有木材 有石子 有钢筋 有很多些 就是这个材料做建一家屋 那你的家屋维修 那你要用什么去维修呢 用回什么材料 当然用回同样的材料 所以你也看到 现在我们人的健康困局 就是我们连最基本的道理 都不明白 我昨天和一个病人 和一个疗法学生 他是一个银行家 那他说 和外面的朋友 一谈到他们的治疗 就大家都起床 那些全部都是受过家屋的人 那他说 有时候也不想说 那些人心心 那思想不能开心 那思路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解释给你听 用这些道理 我解释给你听 你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 你的身体是食物营养做出来的 那你维修身体 为什么不用食物营养呢 是用化学药呢 那我就问你 你知道西医基础是什么 西医基础是什么 西医基础是两样东西 第一 是专利的药物 以及是金钱做基础 那整个医疗制度 是什么特性呢 医疗制度是需要病人的 就是需要人有病的 记住 你要需要人有病 那有人有病 那医生就有生意了 有经济的收入了 那如果那些人是完全没有病 是完全健康呢 那医疗人员 医疗制度是没有钱的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 在这样医疗的机制 这个制度之下 有没有可能他会用一种 简单安全有效 原来很便宜的方法 令到你是健康 然后不会病呢 大家听过我们节目的人 当然明白了 根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最近也有人听到 大家报纸也听到 有些人重新提及大麻 大麻是一个很差的东西 会上瘾的 千万不要用 因为最近很多人又中了大麻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最近加拿大 安大利省 已经通过了 合法化了 到7月份 全面合法化 政府自己买 自己买大麻 其实有很多真相 大家有机会听过 以前所说的大麻 那个真面目 其实这是天然的工具 是一种野草 大麻可以养二百多 八十多种病 所以为什么被人打压呢 就是因为 如果这么简单 自己都可以种 如果合法化了 自己都可以种 在印度全山都是 你怎样消灭它 不可能的 大麻有个名叫 Cannibus Indicus 即是印度的大麻 一个品种是全印度的山都找到的 你不可能是烧了它 要撲灭它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工具 是上天已经给了我们 很多野草 很多植物 其实本身是害了药物 起码这些都是天然的工具 我再解释给你听 你和你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 用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西是基于一个注册 一个注册 所谓叫做patent 一种专利的药物 你知不知道 要成为一个专利的药物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一定要符合的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不能够天然的 如果你那种物质是天然的 被你注册了之后 你拥有到全地球的 很多天然的物质 被那些大企业的大财店 全部都买了 全部都是基础手 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 原则 的条件 就是它不能够天然的 所有的注册的西药 是不能够天然的 不能够天然的 意思是 它在自然界 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没有天然注册过 肯定在我身体里面 从来没有进去 也不会我的身体结构一部分 为什么你想想想 用一种 从来未地球未存在的 化学物质 可以令到你的身体会健康呢 有一种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专有面前 是形容这种物质 这种物质 英文叫xenobiotic xeno biotic xeno xeno 就是forain 就是义物 biotic生命 就是生命的义物 你想想想 可不可以用生命的义物物质 令你的身体健康呢 是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时呢 就是我这些情况 我们很多人都遇过的 是 当日跟你解释一下 自然医療的概念 那些人呢 很多人呢 就真的起了降 因为他已经真的 就是他的思路 已经是给我们的教育 是令到我们呢 只是懂得盲信权威 不能够独立思考 那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就会了 就是这个就是了 就是为什么医学越发达呢 那些病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都是想要有 就是董草原医师 说的那个 必须要做到的病人呢 要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呢 这个就真真正正呢 可以呢 才有能力去帮助到他们 去做医治 是呀 ok 好 那这节时间 我们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回来 再继续我们今天的 今天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最好的医生 其实是你的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唱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l.com.h 欢迎回来第二节 热源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最好的医生 其实是你的心 如今生 上一节之前 我们听过 如果我们有病的时候 其实是给我们一次 重新做人的机会 真真正正去认识自己 让你回归本心 真正为自己而生活 得到快乐幸福 是的 正如常英所说 中医的一种 有其他叫做 心主神明 当一个人心心安顿 心情稳定 身体便会送出 恢复强健 我们都知道 心情的稳定 亦都需要很多的条件 好了 现在看看 这位温彬庸 应该是中医生 他说 他今时今日的社会 那个媒体的引导 医疗界的恐吓 和威胁病人的乱象 是对痛心执手的 他说 譬如一个人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只要检查一次高血压 就被医生断炎 是终身要吃药的了 以后他就经常 每天吃药 而且中心就会 经常有这种恐惧 怕着一不吃药 就爆血管 因为现代医生断炎 因为现在的医生断炎 我们的高血压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治疗的 这个是 你想想 这个完全的 事实 是一种创的 的认知 和利益驱使的结果 有什么可能 没有办法治疗的呢 是否要吃一小药 当然 我们现在的医学上 认为 百分之九十的高血压 叫原化性 原化性 就是得命来因 是不明来因 是不明来因 其实当然不是的 我们知道的 好似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文明人病 那些慢性病 都会知道 和饮食疗憾患 生活疗憾患 我们心境有绝对关系 不是不明来因 是我们明知是知道的 只不过 他们不会曾经 找出病的根源 而从而彻底治好它 是 总之就要给予人 这些药 你就要洗一洗 是的 你知道的 一种化学的药 一种自然界未出现过的东西 一种可以叫做 Xenobiotic 就是说 是生命的义物 的化学物质 怎样可能令到你会真正健康呢 只会令到你的症状表面可以按到 按一下就不够力 再加药 然后那些这样的生命义物的物质 药物是你的身体继续其他的副作用 往往是一个病变两个病变三个病 现在知道了 那些抗血压药是会导致癌症的 是导致神衰竭的 现在知道了 如果大家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去思路 你会明白了 这些绝对是可以解释到 今时今日的医疗是全世界都破产的 为什么呢 现在中国大陆 百分之九十五个人病死 百分之八十个人能生一两年 倾家荡产的 百分之六十个家庭的成员 就要借钱去帮人的 所以为什么知道这个医疗问题 是很严重威胁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怎样发展也好 如果医疗问题不彻底解决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好了 那说回来 这位的容斌容 这位医生 他说来问诊的人 他说这些病人 犯前血糖高达三百 他就坚持国素 告诉病人 这个不是他的血糖有问题 而是那个脏腑和心情的问题 就叫他放松 方法治疗于思想的主念之后 结果血糖就降了 此之之后 他就用这个方法 帮助很多高血压的人 恢复正常 最后 就停止任何药物 有很多这些例子 他说 人体是自有的智慧 有很多疾病 最后都是想和恐惧做出来的 是你的想法和恐惧做出来的 他说心神安定 坚强的时疫病 就不会那么厉害的 病邪都是欺善怕恶 你越是充满恐惧 他就越是要欺欺你的 他说病邪 中医的概念 病邪都是欺善怕恶的 他说身肠胃病也好 肝病也好 肾病也好 肾脏病也好 都可以调整 心情自我疗愈的 当时呢 当然很多时候 和我们生活饮食习惯 有关的 但是身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样 我听他们两位医师的意思 我们要找到一个幸福 在守护好好的 我们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这位容医生说 要控制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是要令他恐惧 所以整个社会媒体医生在吓人 那也是 多一次血压高了 就要你一世吃药 那也是很害怕的 是的 一样说你有癌 你就要趕快去做手术 开刀快疗电疗 大家知道癌 不是那段短时间出现的 是十几年的 慢慢酝酿的 过去十几年 完全不察觉有事 突然之间会这么急 所以这位温不容忠医师就说 现在我们控制人 就用一种恐惧的方法控制他 OK 这个社会令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欲望 为了使用这些欲望 我们有很多贪恋 邪念 争扎 冲突 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是吧 那我们的情绪被人挑起了之后 人类被奴化了 是奴役 是吧 现在香港就 扭奴 是吧 那些学生也是被那些教育 在奴役着他们 我们医疗也是的 一有病 就成为一个 整个医疗家的奴隶 你脱不了 脱不了 脱不了 走不出来 好了 他说呢 我经常问病人 这个是不是你真的想要呢 你是不是真的要赚很多钱呢 考好很好效呢 为什么 要达到什么业绩的标准呢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这个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呢 因为在我自己的诊所里面 很多病人 你和他 拿他的病历的资料 因为我们知道 我有成有一个 九业 八业 七业的病历 那个资料要拿的 接着我都要删整个小时 我看病不是一般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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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曾经问底 我通常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也未必够 那我通常呢 他们都会说出呢 他的病是什么原因呢 是压力 嗯 就是工作压力啊 家庭压力啊 经济压力啊 其实他很多都说得出来的 就是他说他的压力 但是呢 他都是呢 就是在那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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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负担 是 是 好了 到了真了病 生命的威胁 很多人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 真的要呢 是 其实是被我们社会洗脑做起的 被家长挑起的 被欲望牵着的鼻子走的 那最后呢 身体都夸了 也都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幸福 那 你刚刚 最近还没有香港调查 香港的年轻人 嗯 七个有一个是情绪低的 是 整个学校里面呢 有跳楼的 是 有学生跳楼 其实这个 这个学生自杀的问题呢 其实在香港大学里面呢 是 每年都有的 我那天 我最近有一个 有跟一个 一个病人 聊起来 那他在 他在 科大读书的 那他说 他说 他里面很多 就是很多鬼谷的 那 那原来呢 很多学生在那里呢 是自杀的 那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全部叫做 没有叫做 每次都说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 是很普及的 我有个朋友 在 大家在日本那时候 这个是外籍人 是加拿大人 那他曾经去 克尼尔大学读书的 嗯 美国的 是那个 纽约的克尼尔 是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 很出名 很出名的大学 那他说 你知道克尼尔那里呢 他说大家 每年呢 一开学的时候呢 那一学校呢 就给每个学生呢 是几张 医疗卷的 就是什么呢 是心理辅导医疗卷 嗯 那那个学生呢 去了大学校 那原来呢 他那个学校呢 就要去个校园 是要经过一个 一栋很高的桥 是 那很多学生呢 在那里跳 跳桥死 是 那我亦都最近呢 我又跟我的儿子 聊起来 那我问你的同学呢 有个中学同学 就在MIT嘛 是 那我问他怎样呢 他说他要想死 他说已经第二 开学没多久 已经有两个学生自杀 哈哈 哇 那这个压力这么大 读书做什么呢 不是最近有出戏 说那个 说印度片的 说三个死党 他出戏 那其实实际上 真的原来是很多的 那所以香港 说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不是 那么独特的 其实这些情况呢 在外国都有 在大学 所有的学股都有 香港大学全部都有 所以就会发生这些这样的 他说很多人呢 病了之后呢 才真真正正正会 会散尸的 他会在做什么呢 赚了多少钱 为了什么呢 那我最近也都 听到一个朋友 那他说呢 就丹桂圈 一个老板 那他也都很好人 那他又是突然之间 过了身 那我最后有机会问他 那他什么病呢 他多少岁呢 他说他应该58岁而已 很年轻 很年轻的而已 那但是呢 他就说可能应该是淋巴癌 那他说 那淋巴癌都 那他说四个月就死了 那很明显呢 他去医 就是 我都说 医死的机会大 就是真正死的 那这些的情况呢 他说呢 他说真正的医者 一直要强调 希望人呢 是回到最本来的幸福 那其实所有人的疾病的根源 其实都是在这里的 他一生都不认识自己 也都不了解自己的身心和内在 那胡乱在用他自己 将自己的整日盲目 埋在社会价值 鼓吹的欲望和金钱上面 最终毁灭了自己的健康 我问一下他 他到底想怎样呢 那他有一次呢 他就很有趣地跟我说 他说 爹地呢 我是跟你不同的 我不是好像你那样 想救这个地球的 救这个人 那我说 那儿子 那你到底有些什么 想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那是简单的 我只要希望呢 就是赚足够钱呢 就在家呢 就跟那个 照顾仔照顾几年了 那我一听到这件事 我都呆了呆了 是不是 那些这么聰明的 就是考那些公开试 IB 差不多满分那些人 那我说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呢 那我有朋友呢 我最近和朋友分享 他说这些是北欧人的思想来的 嗯 很有趣的 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是德国同学 是中学的同学 那他说原来北欧人是这样的 嗯 所以你看回我们的最近 有一个调查 那些健康指数 快乐指数 快乐指数 是北欧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是不是 那 那有种说法呢 他说呢 北欧人呢 他们的收入呢 其实不是很高的 那有些北欧人去到美国呢 在美国的那个经济环境呢 他是赚很多钱的 是在北欧更多的 是 那但是美国人 好了 赚多了一倍钱 那但是这帮 这帮就是瑞典人 我看过那个例子说的 那他呢 其实他去了 在瑞典 但是呢 去了美国生活 赚的钱比瑞典 一倍的 那但是你看看 他都不开心 不开心 那这个其实呢 很值得我们 大家去深入去想一想的 他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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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依赖科学 相信科学 但是人类的科学呢 即使再发达呢 也都具有很深的局限性的 嗯 所以 所以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呢 世界上仍然有这么多 无法解决 是的 还有解决的问题 很多问题 是的 是的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呢 人类呢 还有八千多种疾病 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还有很多超级的病菌 而且目前呢 而且目前呢 亦都是无弱可治的 最终要明白 符合自然 其实是最高的科学 因为自然是一个神技 儀器呢 只不过是人技 人力是无法胜天的 嗯 这个真的说得很对 是的 真的 真的 用科学 只是一个儀器 就是来的 好 那这一节时间 我们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回来 再继续 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最好的医生 其实是你的心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第三节 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最好的医生 其实是你的心 袁医生 综合了各位医护人员 自然医疗界 中医界的人士的资料 其实会不会有些什么原因 可以影响到我们健康长寿的呢 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影响健康长寿的最终 有六个因素 当然健康长寿 一般人都是追求和研究 以前是虫猪王 要长生泡老药 今时今日都希望 找一些方法 用基因的方法也好 降细化也好 都希望令自己活得更加长寿 曾经有一个诺贝尔 心理学得奖的 是以利沙伯 做个总结 他说长寿之道 一度引起人类的关注 这个就是心理平衡 人要活到八岁 合理的善食 当然占25% 其他的占25% 其他的可能是生活 就是社会环境 经济因素 这方面 而心理平衡的作用 是占50% 一半 这个影响长寿因素 转一半 所以心理平衡 就是最重要 那什么叫心理平衡呢 我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 我应该做到什么呢 我知道 压力激素 会伤害身体 我应该叫 stress hormone 是 那个神上线的 stress code 那医病呢 一定要医心理学研究 发现呢 一个人呢 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呢 身体产生的压力激素呢 是足以让一个小老鼠致死的 因此呢 压力激素又称为毒性的激素 toxic hormone poison toxic hormone 好了 那现代的医疗发现呢 癌症 动物眼化 高血压 消化性的绘扬 与经不调等 人类的可以说 65%到90%的疾病呢 与心理的压抑感是有关的 因此呢 这类的病呢 被称为是 心性的疾病 就是psychosomatic 就是心脏 心理和身体性的疾病 心理和身体 如果人呢 常常是 焦躁不安 白恋啊 紧张啊 会令到压力激素呢 水平呢 是长期呢 居高不下的 人体的免疫系统呢 将它受到 抑制和摧毁的 那心血管的系统呢 也都会 因为长期过路呢 是变成压外脆弱 这是第一 OK 第二呢 人的身和心呢 是密不可分的 人在化禄的时候呢 大脑会分泌一些 所谓多巴胺 是益性的激素 Dopamine 益性的激素呢 令人呢 心水放松 产生一种快感 一种身身 都很舒服的良好状态呢 就能够使人呢 各机体呢 是互相协调 平衡 就促进健康的 那所以我们 怎样去 运用在实际里面呢 是促进个身身健康 长寿 长命八寿呢 那 那 第一 第三 擁有健康的身体呢 家庭和睦是长寿的秘诀 很多研究都发现了 就是有家庭的人 是长寿过是独身的人 这个这个一直都有这个的资料 但可能都是要个家庭要和谐哦 哈哈哈哈 是 那当然要和谐 要么整天在打架个家庭 可能都早上会早死 是啊 是啊 那好了 据说呢 乔治亚呢 有位农夫 活了一百三十二岁 零九十一日的 那他一百三十二岁的时候呢 有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 他就说呢 首先是家庭和睦 嗯 那美国有两位心理学教授呢 职了二十年的研究发言呢 他说 影响寿命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呢 排第一呢 是人际关系 是 那人际关系呢 可以说呢 是比水果蔬菜 经常锻炼 和定期检查身体更加重要的 那 那你看一下 就是很多人 我最近有和你这边聊起 他说 为什么香港人呢 是全世界最长寿呢 是吧 因为我们地方小 哈哈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 他们一般在外面 主流传媒经常说 因为我们的医疗设施好嘛 紧急啊 就是不知多少分钟 十分钟 就去到附近医院 用这个原因 这些简直不是 不是医疗 不是那个医疗设施好 医疗用钱多 美国是全世界医疗费 全世界最高的 美国人那个 那个健康是排很低 好像31位 是很低的 美国那个婴儿妖折率 是很高的 所以不是说 这个设施厉害 发达 科技发达 其实和这个无关的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香港人那个 那个寿命是最高呢 因为 如果我们 就是 现在知道了 其实是一个心境 是最重要的 香港的老人家呢 是有什么现象呢 是大部分呢 是社交很好 不是很多孤独的 是吧 就是香港因为正如说 地方小 家庭小 大家住就不会住得很远的 是 是 好似外国在LA 是吧 是 是 是 转动只要一小时车 一个小时车 还要塞车 都很久 他自己在一间好屋 那一间好房子 都一会住在那儿 香港不是的 香港大家住得好近的 好像我姐姐 住在我大概十分钟的 弟弟全都很近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常是 家庭 是相续的机会多很多 香港人口密集 除了有能力的當然是照顧家人 老人家 香港的老人院都多 都很密集 他們睡在一起的時候都不會像外國一樣 一個人單獨在一個山頭 沒人煙 香港不是山頭 香港是一群老人去行山 一群老人去游泳 香港的老人家就算不同的子女都懂得找人 即是在大廈上上下下 都會懂得去特召大家 大家去打麻將去玩 即是香港人的互相關係是很容易做得到 是孤獨的 很多老人家有很多節目的 去跳那個什麼 平台舞 跟著一起聽一下 走到去行山 是很多這些 所以香港的孤獨的老人是少很多的 因為整個生活環境 如果我現在看到 其實這個心境是導致我們的壽命 可以解釋 即是香港為何 為何那些人這麼長壽 日本的Okinawa Okinawa都說了 他發現 他有一個老人的活動是很密切的 曾經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去研究 為什麼Okinawa 那些日本人 又不是住在高山的 不像其他的長壽村 是這麼高 其實這是一個原因來的 人是一種群體的動物 活著在人際的關係 好了 大家都聽過 一位很出名的心理學家 馬斯洛·馬斯洛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心理學 一定讀的了 他說人是有需要的 所謂的needs 那麼最低層次呢 和最高層次呢 最低層次是什麼呢 是生理的需要 要飽啊 你要吃到啊 是不是 有溫暖啊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需要 跟著 再高一些呢 就是安全的需要 Security 不可以是一個很危險的環境 那麼第三就是社交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和我自我實現的需要 有五類的 最低就是生理 第二就是Security 第三就是Social 和Respect 和Self-Actualization 就是自我實現的需要 那麼這個人呢 是一路是 這個是 除了生理之外呢 和人際關係呢 需要呢 獲得滿足呢 我才能夠有真真正正的快樂 那麼你看 香港地是真的做到的 嗯 好了 還有一件事呢 他如果有目標呢 就能夠激發人類的生命活力 保持到呢 是腦細胞最佳的方法 嗯 做人呢 有目標啦 不要都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無所事事 是 那麼新的研究表現呢 他目標感很強 對健康是很有益的 因為生活呢 是事非有追求呢 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心態 遵移呢 決定了一個人的生理狀況 那麼 那麼 勤於思考的人的腦袋呢 血管呢 是經常呢 是處於一個 就是舒展的狀態的 從而呢 保養了腦細胞 令到大腦不會過早衰老 那麼科學家還發現呢 腦子活動的時間呢 是比較多的葡萄糖呢 是送到腦中最需要的地方 安靜的時間呢 腦年人和年輕人相比呢 腦裡面的葡萄糖呢 利用率是比較低 但是用在腦裡面呢 腦最活躍的地方 所得到的葡萄糖呢 並不會低於年輕人 那就是說呢 當你的人 所以為什麼香港 其中一樣東西 香港的人很喜歡什麼 打麻將 打麻將 所以這個是一個 老人家 是保持腦的那個 互動能力的 是 也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的老人家 是這麼長壽的 所以用腦呢 可以促進腦的新能代謝呢 是延遲那個衰老的 還有一件事呢 就發現呢 助人為樂 有醫療作用的 防止抑鬱症的良方 嗯 研究人發現呢 當給別人的物質上的幫助 能夠令到死亡率 減低42% 能夠給別人精神上的支持呢 能夠令到死亡率 至死率是減低30% 助人呢 為什麼會產生醫療作用呢 因為呢 與人為善 常做好事呢 心中上產生一種 難以如意的愉快感 和自豪感 遵移是減低壓力激素的水平 促進了有益激素的分泌 精神病流行病專家說呢 養成助人為樂的習慣呢 是一種防止抑鬱症的良方 香港人為什麼會這麼長壽呢 香港是被譽為全世界做善事最多的國家 沒錯 香港人真是很有趣的 每年市的慈善籌款活動 現在說的是想億億聲 是全世界最高的 小朋友都很樂於每星期兩次出街 幫忙賣旗 是呀 還有現在最近香港人 因為現在都很多 經常是籌錢 買些精東的衣服 去幫助中國在山區那些 那些貧重的孩童 這個是真的很多的 香港人做很多這些的善事 還有呢 他說呢 付出友善會收獲友善 建立和諧人質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人際關係是影響 壽命決定性的因素的 所以我們怎樣要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呢 有一位管仲說過 善氣仍人親如兄弟 惡氣仍人何於過兵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反應呢 如同人在山裏面呢 呼喊發出的回音 那你善 回音就會善 你惡 回音就回聲 真是惡 有些人人際關係差 完全是因為 處處於人家鬥爭的結果 有利人際關係的和諧 有利人際關係的和諧 付出 記住 包括讚美 那個幽默 微笑 尊重 禮讓 隨和 包容 歡恕 體諒 同情 誠實 和傾聽 OK 所以你也看到呢 其實呢 真真正正 我們那個健康的關鍵呢 就是我們那個心境和人際的關係 是吧 嗯 好 嗯 那麼 那麼在這裡呢 以上來有看到呢 就是我們那個人際關係 或者你自己那個價值觀 那個呢 都很重要來決定到 我們可不可以健康長壽 那麼我們手上呢 有一張呢 就是之前 周旋祥博士呢 在1997年的時候呢 寫了一個叫做靜一靜上一上 那麼呢 裡面都會有很多的 精據 是的 值得我們呢 再三去呢 隨時警惕一下 就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長壽啊 或者我們身邊家人的健康長壽呢 我們都應該呢 去時時刻刻都留意一下這些的字據 看我們可不可以做得到的 那參賽場博士呢 在1997年呢 就寫了這樣的單章 那麼我就把它呢 就影響了下來呢 就派給我所有的病人的 嗯 因為我也知道呢 在我們的經驗裏面 其實呢 是九大的致病因素 那麼其實呢 最主要呢 就是排第一呢 就是那個消極的意念 第二呢是疫苗 第三才是抗生素 跟著第四呢 就是令到身體傾向酸性的飲食 第五呢 就是重金屬原 或者補牙用的水銀 第六的致病因素 是飲水不夠啦 第七是我們精煉食物 就是白糖白鹽白麵粉 沒有營養啦 第六 我們接觸的水 洗澡的水 有兩種毒物 陸氣和筆 最後第九呢 是我們食物環境裏面 化學物質 去殺蟲藥 除草劑 可以看到呢 九種最大的因素呢 其實最重要呢 是我們那個消極的意念 那個問題 那麼所以在我們的病人裏面呢 我很多時候呢 第一次 我盡量呢 就給周柱祥這篇文章 給他們自己去閱讀啊 去自己去想一想的 好了 那麼我趁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周柱祥博士1997年呢 是收集了 很多這方面的 那個心理的 就是那個 提升心心靈的 快樂的 一種的 做人的智慧來的 好了 那麼第一 Della先跟大家分享 好啊 那麼就是說 若是沒有什麼值得去 灑頭顱 拋熱血的話呢 這個生命也都不值得活下去了 人生是好像風箏 理想是風 知道為什麼 上路 萬水千山都等閒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呢 一定有目標 基本上呢 就是 something to die for 一個很強的目標感 那麼如果你的人生 是沒有這個強的目標感呢 其實呢 這個人生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好像剛才我們那些醫師都說 要有目標的 是的 要有目標的 那當然呢 很多人呢 都 也都我最近在網上看到 其實呢 這個人生呢 其實很可能都沒有什麼真正大的意義 但你活光的時候呢 你真的沒有目標 真的會沒有意義的 是 好了 那第二呢 就是人謀事 天在少 OK 那 就是說呢 就是人類是做很多很多事的 那就是 神呢 就是在上面呢 是 就是在這裡 怎麼說呢 是在祝福我們的 祝福我們的 祝福我們的 不論將來發生什麼事 都只會是更好的事 是 always think positive 是的 永遠都是更好的 發生什麼事呢 都是有原因發生的 真的挺好事來的 那這個網上呢 我最近也看到一個 其實是講這個故事的 那這個故事呢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講一個皇帝 和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宰相 那 大家呢 出去狩獵的時候 那 那 那個 那個 那個皇上呢 在狩獵期間呢 不小心呢 就被那些野獸 咬了他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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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皇上就會 責怪那個 那個丞相 他說你都不保護我 是 是不是 那就搞到我 被那個野獸咬了 你真的不行 你失職 就判他坐牢 是 好了 那跟著呢 皇上又一次 又去狩獵期間呢 是被那些土人捉了他 嗯 捉了他 就用來 將他祭神 是 那 誰知道祭神的時候 他們發現 這個皇上呢 是有缺陷 是的 因為他的手指 都不得完美 是的 那他就說 哎呀 不行啊 這個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將他做祭神了 將他放棄了他 那麼 皇上回去 就和那個 承相出來 他說 你真是幾對 就是我 因為我的手指沒有了 這次就有條命 是不是 但是你呢 那你又給我 不好意思 你被我抓去 扔了他坐牢 那你不是很不值 皇上 不是啊 如果我不是坐牢 我可以和他一起 被那些土人捉了 那既然你有缺份 我沒有 那我就被人祭 是的 就輪到他被人 被人用了祭祀 是的 那這方面 的希望 就是很多這些 其實是很對的 就是無論什麼事都好 我覺得呢 都是上天的好的安排 就是你接受了他 因為上天所說 人生是風箏 理想是風 就是你隨著那個風來 吹你 好像流水一樣 你遇到一些疫境 你慢慢流過去 是吧 whatever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最終呢 都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是的 好 第四項呢 就是 神想懲罰哪一個 就刺哪一個成功 人生的路上 所有的障礙 都是通往成功的 叛腳石 踏腳石 踏腳石 是的 那就是大家知道了 就是如果一個人 是一生人 是沒有什麼挫折 是吧 就是很難有機會 學到東西的 是吧 信信信服服 有時候我們 在同事開會 我都問的 有沒有遇到困難 就是很多時候 同事都不好意思說 我通常說呢 就是你沒有遇到困難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學的 是吧 你遇到困難 你就克服了它 下一次 明天就跟著就會好 沒錯 其實是每一件事 人生所遇到障礙 都是成功的踏腳石 stepping stone 是吧 你如果沒有這件事 你是不會再走上一層的 好 面向陽光 陰影在背後 好 好 然後 就是 凡事都是有兩面 就是這個意思 有光的面 也有暗的面 第六 就是天下奸子 一個人可以令你不開心 這個是什麼人呢 自己 就是你自己 其實發生什麼情況 都是你的反應 是吧 你一個很積極的反應 就當作一個挑戰 你都是一個很負面的反應 一個好像令你跌倒 起不了新的挫折 好像很不值得的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反應 導致你開不開心 好了 那第七呢 就是萬事連萬 萬物連萬物 就是每樣東西都是大家有關連的了 嗯 那 第八呢 就是呢 就萬發猶心 你想病就會病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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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最應用到 在現在一般的年輕人 他們不想上班的時候 你想病就會病 哈哈哈哈 想不想上班 好了 人都無求貧至高 是不是 就是很多 最近 那個 那個 特首都說過 我沒有什麼要求的 那你就變得容易做事 是 好了 第十呢 就是從弟子預備好 師父就會現身 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的心境 已經是 準備好了 是 幫你的人就會出現 如果你的心境 未準備好 別人出現了 在你面前幫你 你都不會知道 是不是 那就是說 你自己的心情 是很重要的 到時多後 你遇到困難 到時多後 有一個所謂貴人 就會出現 會幫你一把 好了 那第十一呢 就是智者想法都一般 只有蠢人 才有分歧 才有分歧 是 因為真理 是 一個 都是這樣 是一個真理 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 爭爭爭爭 大家都未曾拿到真理 是一個很表面的現象 來爭爭 是不是 未看到問題的根源 第十二呢 你什麼都無需證明 只要真相 終會顯露 是的 跟上面十一句 大家都可以有相互認 是的 不用爭爭的了 未準備好 或者未做到任何事 真相都不會出來了 好了 第三就是活在當下 其實 灶去發生了 過了去 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會知道 你唯一一樣 你真真正正 是你能夠做得到 控制度 就是你現在活在的當下 很多時候 就是 無論什麼事都好 就是 不用太過戒戒環 總之 現在這一刻 是最重要的了 是的 第四就是 人是天使魔鬼的混合體 每個人都有 好的一面 和不好的一面 現在我最近 聽到很多 網上看很多新的資料 其實我們一般人 經常 就是很多名人 那些故事 其實原來 很多我們一般認為 那些很出名的人 其實背後 有一些很黑暗的面 是的 但在我們的教科書裏面 大宗傳媒不會提的 華盛頓 美國國父華盛頓 孫中山先生 那個奸地 其實個人都有他的弱點 是的 我最近和他有一個朋友 有時都很容易爭起 他就經常說 這個Donald Trump 他是一個女性 很不喜歡他 是 他講話 口無遮難 很不喜歡他 通常我都解釋 其實你是要他自好國家 他私人 他的性格 他的平性 其實不要緊的 我只是說 譬如你去銀行 找一個人幫你投資經紀 你希望他投資 幫你賺錢 你別管他 他喜歡玩女人 喜歡賭錢 關於什麼事 最重要 他是幫你做到 他要幫你做的事 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的政壇 就有這個問題 經常是人身攻擊人 從來都沒有說 政綱要做什麼 經常挖人家的私隱 這是很低劣的 所以這個 對抗性的政治文化 是香港不會好的 所以大家希望 真的要走 其實就是由始至終 每個人都比較到 一定要完美完美完美 不可以接受到 不可以包容了 有不是完美的一面 人是天使魔鬼的混合體 其實我們要接受 每個人都有弱點 或者以前可能做過一些 不是大家認為 見得光的東西 對 或者是這麼對的東西 沒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第十五 人生三十之前 是正文 以後是 那個 注色 OK 三十之前 就樣貌由上天負責 之後 你自己負責 不要再靠樣貌取勝 年輕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原諒你 會歡算你 接受你 最近 我記得 標記 有一次在大學 在中學裏面 是一個畢業禮 那裏講的資料 他說現在很多時候 小時候 現在你家裏 就是爸爸媽媽 在學校裏面 會給你機會 會給你沉浸你自己 回你的學生 但其實一出去做事 就不會的了 你不要想著 一出去 就有車 做經理 有樓 立即上樓 好像在香港說 其實是一個 現實不是這樣的社會 第十七 但求練功 不求成功 公道自然成 大家明白了 最重要是去做 去試 什麼時候成功都不知道 到時到後 他就中道自然成 第十八 不求上天祝福 原作上天祝福的工具 原作上天祝福的工具 就是行善 幫人 就是一個工具 第十九 第十九 時時心有發起 念念不忘 禅悅 內心的喜悅感 第二十 恐懼是一種習慣 我什麼都不怕 其實恐懼 很多時候 是出於無知的 我很久以前 在沙士期間 我都寫過一篇文章 去南華早報 我當時那篇文章的題目 就是 即時解決沙士的問題 那篇文章 南華早報 沒有登 不敢登 以前他什麼文章 我都寫上他都登 還有他的稿費都不錯 最後我轉了去信報 改頭 改了題目才 其實當時我分析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當時沙士會搞出 香港這麼大的問題 這麼嚴重呢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兩個情況 第一是恐懼 第二就是無助 OK 恐懼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不知道真相 OK 當時都不知道是什麼菌 現在叫做沙士 當時都不知道 可能是冠狀病毒 都不知道什麼事 無助感就是我們一般的 所謂專業的醫生 都搞不定 所以搞出香港這麼大的問題 我解釋給你聽 我說即時可以解決到 當你明白到 沙士是一回什麼的事 還有在歷史上 是有同類療法 在1917年 18年1917年 世界流行感 三波 死了五千多萬人 你知不知道 當時有同類療法的醫院 有同類療法的醫生在 當時在同類療法處理 在二萬四千宗的個案裡面 死亡率是1.04% 而在西醫院的二萬幾千宗 相同的數字 病人裡面 死亡率是26% 所以問題就是 為何沙士會這麼害怕呢 我們根本就是無知 根本我們不知道 沙士是沒有什麼大不了 根本歷史上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 同類療法的醫療工具 對沙士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那這篇文章當時 我們是說出歷史的事實 就是流感這些問題 其實在同類療法 是當時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好 第一 第一 在田園間人是最接近上天 OK 即是在Nature 上天造的自然界 歷史是由未知道 是辦不到的人創造的 大家明白嗎 是的 每個人都說做不到 但是做了出來 就製造了歷史 好像飛行的right brother 早期那時候 人們說你瘋子 不可能的 人們看到記者去看他的 戲份沒有人去到 就是這樣 是不行的 做不到的 健康是一 其實余是零 大家明白了 是不是 你有多少醫療慢慢的身家 你沒有健康在前面 你的醫療慢慢的身家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了 死亡由大腸開始 Death begins in the colon 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這麼多腸癌 差不多已經和肺癌 是平排第一大殺手的 這是一個髒的地方 腸不乾淨 其實腸裡面的毒素 去到哪裡就影響哪裡 去到腦就影響你腦袋 去到你肝影響你肝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腸的保持腸的清潔和洗腸 是一個很簡單保健長壽的方法 素比你活得106歲 其實他的秘訣就是他天天洗腸 25 看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動物 可知他有多文明 是 一個文明的社會 是對待一些弱勢的動物 我也都看到有個資料 當你衡量一個人是一個什麼人 你要看你這個人 是怎樣對待他的下屬 給他低一點的人 他怎樣對待 你可以知道他人的真面目 好 第26 只需好人保持沉默 惡勢力就可以得逞 即是沉默的大眾 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是害怕的 我常常都強調 其實我們的地球很多問題 是不難解決的 只要你明白真相 真道理解決就可以了 而且其實地球解決 是只要我們每個人做少許事 不是要等待整班人在一起 所謂團結壽視力量 就有這個問題 第27 第27 補救一條蹄巴 只需一隻手指 是的 關鍵 關鍵的地方 第28 人類環有未來的畫 一定是綠色 即是順乎及乎自然 現在看到 其實很多的跡象已經看到 我們已經用了一些再生能源 我經常跟大家都在我們以前香港出路都有強調 其實人類整個經濟都是有 有自然的物料加上科技 然後用那個能源 將那些物料成為一些產品 我們過去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科技的應用 能源的應用是搞出這個地球那麼和的 現在已經看到了 其實我們綠色的能源是絕對做得到的 是 我們地球的陽光 一個小時的陽光入地球 是足夠人類一然的應用的 所以我們的科技 一直慢慢把這些太陽能 水水能 還有很多所謂的免費能源 其實我們有了很久了 只不過不要被人打壓 將它發掘出來去利用它 人類的前途是會很好的 第29 心靜則覺土靜 悉心就是悉災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改變自己周圍的世界就隨著改變 在我們的醫療方面也能看到 你過去的飲食習慣 醫療習慣 心境的 看做人的心態 導致你現在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要改變自己就能改變 第30天最後 今天就期望一個奇蹟 我們一生裏面是無數奇蹟 你可以說每天都有奇蹟出現 如果我們做到 盡量做到 剛才所說的那29個 我們就可以每天都期望到有一個奇蹟 好 今天的時間我們又差不多了 謝謝袁醫生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在外外定中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在網上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可以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裡 就可以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